請問國民黨團準備好了嗎 還沒 等一下喔 好了嗎 好了計時請開始 國民黨團請發言 謝謝 謝謝主席 我想剛剛聽到民進黨團的質詢 我們國民黨團在這裡好像非常遺憾 我想針對這次的臨時會的主題 我們是要防疫 還有事後的一些紓困為主題 讓市府跟市長 來跟我們市府團隊 來跟我們高雄市民 來報告 那我們要想讓我們民進黨團 結果 假借關係防疫 然後行罷函指使 我想利用臨時會來做這種政治操作 我想非常非常的不妥 我想我們的高雄市民 要聽也不是這個 如果是針對事情 今天市府做得不好 你要把他這順 要檢討 我相信我們的市府團隊 都會虛心來接受 不要什麼的 好的 將來不要輪到你韓國的韓市長 不要的什麼都會擔心到你了 我想我們一個家裡這個市長 還有三個副市長 都是部長集的 所有的局處長 都是這麼優秀 這麼勇氣的團隊 我相信這裡一年多來 有很多市政政策 包括路坪啊 路坪啊 還是 柴路橋啊 地下道啊 清衣水果啊 我相信 它的效率真的都提高了很多 你給我報告最近的幸福團 好啊 我們利用十天 把全部的幸福團 清衣完成 我相信這種效率 是值得我們給那個市府團隊鼓勵啊 所以我覺得在那個議事聽裡面 不管你是哪個政黨 哪個黨派 是針對市政 不要一切都是在黑市長啊 我說不管怎麼樣 他沒有公勒毛 摳摳 我想這個 這麼認真的市府團隊 我們一定要自己鼓勵 要做為他最堅強的後頓 我想包括這次的五萬肺炎 我們的高雄市政府團隊 我相信他也是都做超前的準備 對包括事後的一些紓困 我想也很多的方案 也都有出來 那我想地方的資源有限 中央的資源比較多 我在這邊也呼籲 我們中央要多補助 在防禦方面 紓困方面 給我們高雄市府 不要喔 要重視高雄啊 不要啦 高雄的人 當作是次等公民 以上 來 謝謝主席 我很想看看 今天我們的大字報寫的是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相關專案報告 但我們很遺憾 我們今天看到民進黨團 那麼多人 卻沒有給我們市政府一個良策 和一個防疫上的質詢 我們非常遺憾 我希望我們所有的議員 在議會上 拿出自己的專業 和市民的請託 來到這議會殿堂上 反映出我們地方上的所需求 所以我請在這邊呼籲民進黨團 請看好我們的專案報告 請不要偏移主題 拿政治操作 謝謝 我想今天我們這個專案報告 市長市府團隊要展現出來就是 守護高雄 防疫優先 所以我們國民黨團會針對於 到底市政府如何超前部署 如何防疫 未來如何紓困 怎麼樣讓高雄市民生活在一個安心 安全的城市 這是我們想要聽到市府這邊來表達的 那麼首先我們也知道 其實在高雄市超前部署的情況下 我們已經把高雄市目前的狀況 控制得很好 但是很遺憾的 在發生的這個敦目艦隊之後 本來我們也以為說 應該已經得到了一個很有效的控制 但是居然昨天又發生了四個案例 而這新增的四個案例 更是沒有出現任何的症狀的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的市民非常的擔心 到底未來中央跟地方之間 如何針對於這些防疫的部分 如何來努力 我想我們也要呼籲所有的黨團的人 目前對我們國人 對高雄市民最最最重要的一個事情 就是防疫 我們中央跟地方共同的敵人是病毒 我們要如何讓中央跟地方攜手合作 請韓市長告訴我們 現在市府的超前部署 我們也要感謝所有在第一線的這些醫護人員 感謝市府團隊 感謝所有配合的業者 感謝所有的高雄市民 在這個艱困的時刻 我們必須努力撐下去 讓這些疫情能夠完全的不存在 我想市民才能夠安心 所以我想請市長 是不是要簡單的先針對防疫 超前部署部分 讓高雄市民安心的部分 你簡單說明一下 請韓市長答覆 非常感謝國民黨團的質詢 真的是非常關切 高雄市民朋友的健康 經濟發展環境等等 但我這邊先補充一下 關於高雄市政府的紓困 窗口太多的問題 剛才前述的議員 我們盡可能把它濃縮成單一的窗口 讓大家紓困的時候 不要太多電話去打 讓民眾搞得頭都昏掉了 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一點我們願意從善如流 針對上面兩位議員的諮詢 補充報告 防疫超前部署跟國民黨團議員報告 我們是1月25號大年初一開始 基本上衛生局沒有休息過 大家可以看這整個三個多月下來 衛生局的工作壓力 還有民政局的理幹事 還有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將近我們特別擔心 就是第一線高風險的這一群 他們的工作壓力是非常的巨大 我們為什麼敢說 我們很多超前部署 第一個我們成立了一級開設 第二個不管是針對所有相關的事情 我們通通都是搶在前面 包括要不要提大型的收治場所 這是我們第一個提的 紓困也是我們第一個提的 包括上個月四月底提出平安演習 我們也是第一個提的 很悲哀很難過 只要是高雄市政府提出來的超前部署 就會有人唱衰 就像剛才曾俊傑總召講的幸福川 十天清理得乾乾淨淨 馬上第二天就有人唱衰 有落葉 現在我們副市長 李四川副市長 昨天到了潔定 看這個大牌 二十多年沒有人清理 我們開始清理 我跟大家保證 馬上被唱衰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超前部署 為了下一階段的經濟 我們又開始超前部署 剛才有一位議員說 我們第二預備金用那麼多幹什麼 我跟大家報告 除了防疫各種建設 因為今年我們判斷會下大雨 所以今年下大雨之後 高雄的水災再起來的話 我們去年68個淹水點 我們只有把它治療好的22個 估計兩年高雄淹水會解決 可是時間還不到 所以我們現在很恐慌 如果一旦下大雨淹水怎麼辦 所以我們去年清了水溝 清了三千多公里 把所有的淹水點 都能把它盡可能 把它調整好 治理好 可是我們沒有把握 會不會再淹水 我們不知道 因為還有三四十個點 還沒有治療好 我們地下的湘寒破洞 有一萬零五百個破洞 一萬零五百個破洞 我們一個洞一個洞 把它補起來 我們到了岡山 看到這麼多淹水 為什麼老是淹水 把那個敲開來一看 才發現兩個水管沒有接在一起 兩個水管沒有接在一起 所以它永遠淹水 像這些都是我們要做的 所以超前部署 現在還有一個 怕馬上來 另外登革熱 如果今天高雄 又有新冠肺炎 又有登革熱 又有汗他病毒 再淹大水 如果在家治安不好 誰要來高雄 沒有人想來高雄 所以這個城市的形象 這個城市所有 每一個工作 我們都要抓緊 讓人家感覺高雄是自然好的 天氣好 東西好吃 環境優美 交通方便 而且防疫工作做得很棒 人家才願意來高雄 所以我們市府團隊很緊張 你要說你這個為什麼那麼緊張 你看衛生局局長 我們林局長才幹了一年 滿頭白髮 我的 因為我們這個體力 吸力付出太大 唯一 就是每一件事要做好 現在防水也在超前部署 治安也在超前部署 經濟也要開始超前部署 迎接下一個階段來高雄 投資的企業家 以上跟國民黨團報告 謝謝 這個新冠肺炎造成我們台灣的經濟百業蕭條 我們各行各業哀鴻遍野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一個不爭的事實 那當然在我們高雄市有重大的 也有我們的農業漁業還有我們的工業 都是集中在我們高雄市 所以針對中央的疫情紓困 並沒有照顧到整個全台灣 甚至我們高雄市的一些產業 所以在整個這些紓困方案 尤其在農業 那我們龐大的農業 現在我們的農民面對的這個疫情紓困 那大家的一個困難點 就是我們高雄市政府 除了中央的一個疫情的紓困以外 我們高雄市政府還可以做得更多 就是可以讓我們的農民 儘快來脫離這個困境這個苦境 在針對我們的一個運銷的一個補助 以及我們的一個銷路 通路的一個補助以及打通以外 那我們高雄市政府 韓市長這邊還有什麼因應的作為 等一下也請我們韓市長來做提出來 在針對漁業方面 當然中央也針對漁業 在整個我們漁民作業 漁民出海作業 他訂定在你的一個保險 兩萬四千元以下 那大家有沒有想到 我們的漁民長期在海上作業 兩萬四千元是剛加入來作業的這個漁民 他才是兩萬四千 可是他勞保到最後還是會調升啊 所以真正看到這個 我們的漁民 他要來爭取補助的根本 都沒辦法爭取補助 光是兩萬四千元限制 他才會抓他 在這間他的漁報 剛才兩萬七千元而已 老早都已經超過三萬元以上了 可是他們這些困苦 中央政府有聽到嗎 還有養殖業一樣 在整個養殖業 因為我們高雄的養殖業 因為我們這個疫情關係 造成的一個銷路外銷 甚至在我們國內的一些餐廳 重大餐廳 他也等於有一些漁貨產品 他的銷路也大減 所以在這個養殖業 他的一個補助 他又針對要有養殖登記證 那光是林園那邊 都是漁苗蝦苗 很多因為水權問題 根本沒有養殖登記證的養殖戶 也是很多 那他們也被排除在外 所以這些中央他定定的 他也沒有考慮到 地方的一個 他的一個特別的 不同的一個現況 所以在這裡 在農民漁民以及我們的勞工這方面 我們也希望說 是不是中央政府要聽取名利 來發現金 這個現金發放可以讓各行各業 所有有需要的人都可以來使用得到 再加上我們的弱勢團體 邊緣戶 低收入戶 有一些比較貧困的 那真正他要使用 那中央的法令 他根本 他就 也沒有辦法 所以在這裡我們要請教我們韓市長 針對我剛剛本期所說的 那怎麼樣來讓我們高雄市的各行各業 來脫困 這個紓困方案 也請我們韓市長來做簡單答覆 請韓市長答覆 謝謝 非常感謝王耀玉議員 對於農民漁民的關切 那我們都了解 經濟產值農業漁業不高 可是對農民漁民影響非常非常的重大 所以剛才跟大家報告 在這麼新冠疫情的影響之下 我們爭取外銷 像今年我們成功的登陸了阿拉伯世界的杜瓣 然後我們也協助我們農漁民爭取親徵認證 都是為了下一階段玩東南亞國協 像印尼 像文萊 他們是伊斯蘭教的國家 所有我們的外銷都要經過親徵的認證 另外我們鳳梨開始忘記了 我們鼓勵 所有的讀書的小孩都知道 中午吃完中飯也發了水果 不是一個柳丁 就是一根香蕉 沒有鳳梨 因為他們要結切 所以今年我們鼓勵 只要你買一萬元以上高雄鳳梨 我們就鼓勵你 像這些都是一些方法 你跟大家報告一下 去年2019年 我們高雄市的水果外銷相當不錯 有幾個成長的數字 像以新加坡來說 我們大概連霧就成長了 連霧 芭樂成長了百分之兩千 連霧大概成長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七 像鳳梨 玉和包各方面 銷度都相當不錯 魚也銷度得非常好 可是今年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像去年這麼好 可是我們還是在爭取 也跟網友預言報告 現在石斑宇 我們還是要想辦法外銷 因為我們賣東西很怕 很怕就是你沒有外銷支撐 然後就在內銷市場價格崩盤 價格崩盤以後 最傷害的就是產地 所以我們希望一個黃金比例 百分之三十外銷 百分之七十內銷 這個目標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還有漁業局 絕對不敢忘記 我們一定會去衝這張訂單 那這樣的話就是 保障農民跟漁民 接下來您剛剛講的 產業的紓困 後續 我們現在在疫情的時候 真的 我們一切的作為 就是希望下一步 能夠飛躍跟跳升 所以我非常重視教育 我希望高雄市的教育 能夠做得很好 使得所有企業家來高雄投資 他的孩子 教育問題 高雄市政府已經幫他解決 還有高雄市的醫療 也非常的棒 所以我們才會思考 香港村或國際村 因為如果香港的移民 要離開香港 可能選擇歐美 可能選擇台灣 如果來了台灣 歡迎來高雄 包括馬來西亞 有一些華僑 如果華人他想移民 可以選擇高雄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請都發局 已經開始寧定下一個階段 高雄的國際村 讓這些歡迎來高雄移居 為什麼 因為去年 香港人在高雄買房子 買了131棟 131棟 我們沒有做任何廣告 他們自己來 今年 我們準備強勢出擊 我們要向香港 馬來西亞 打廣告 告訴他們高雄有多好 像這個都是為了下一階段 經濟跳升 把治安工作抓好 把環境搞好 把所有可能的傳染病控制好 然後一套有效率的政府的施政 所有的商人進到高雄市政府 都覺得得到溫暖的服務 再加上把教育搞好 我們把環境都做出來 這個在疫情過後 整個經濟 我想會比較好一點 我們正在往這個方向來努力 也謝謝國民黨團議會 跟我們市政府這邊做最強的後盾 我相信大家都希望高雄經濟 趕快衝起來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本期針對我們原住民紓困就業的議題 就教於我們的市政府 也就是在我們勞動部 在防疫期間也推出一個 安心即時上工的計劃 剛剛開始推行的時候 因為這個條件非常的嚴苛 以至於我們在三個原鄉 那馬下桃園跟茂林 總共申請的人就兩個人可以通過 也就兩個人符合資格 我們的市政府在4月30號 也提出了我們的暖心計劃 我們的中央安心即時上工計劃 也在各級的民意代表的法令之後 從善如流修改了一些規定 也就是針對我們的原鄉地區 以及離島地區放寬標準 在剛才我們市長在報告的時候 有提到我們都會區還有1400多個 我們防疫就業的這個名額 我想請我們的市府 能夠在各就業中心 能夠釋放出一定比例的 原住民的這個名額 給我們居住在都會區的原住民 也能夠去就業 第二個我要問的就是說 自從我們防疫期間 當然我們原鄉啊 也配合我們市政府的政策 停止了一連串的官方的這個活動 包括我們的水蜜桃劑 水蜜桃路跑 賞銀劑 達爾劑這些活動 我們都已經停止了 就是為了配合我們的防疫的工作 很可惜 今年我們的觀光局已經通過了 就是我們原住民地區 可以用這個結構安全鑑定的報告 來申請我們的民宿 這個其實今年 因為官方都沒有辦活動 所以說衝擊到我們的觀光的產業 我希望說 在我們的疫情復甦之後 市政府能夠振興我們納馬下 原鄉的我們的這個觀光產業 第三個我要謝謝市政府 我們的農業局 圓明會 還有我們的區公所 在水蜜桃盛產的期間 成立了一個平台 讓我們高雄市的市民 能夠用網購的方法 能夠讓我們農民的這個水蜜桃消出去 也歡迎各位廣大的市民 踴躍訂購 謝謝 市長 市長還有所有的市府團隊 我想 我只是從早上聽這個民主黨的質詢到現在 我只是不明白 為什麼同樣的高雄的市民 同樣是高雄市議員 對市情的看法 是如此不同的判斷 尤其對我們市政府所做的事情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不同 那我想 最近 我們市政府所做的事情 是市長 市民有目共睹 也聽到非常多的一個讚美的聲音 但是對於今天早上 提到的 兵推啊 封城兵推啊 我想 本席必須在這裡 對我們高雄市民做一個很清楚的政聽啊 因為 講到兵推 沒有人 會去深入的了解 然後都當成是一個很嚴重的 一個 演練 但是呢 其實事實上了解 我們只是市政府 在高雄市的鳳山 還有林雅區 做了一個兵推的 防疫的演練 但是呢 這在動用的人 人事上是各區的區長 以及防疫的人員 所進行的一個 紙上的演練 也有實際的道具 都來做一個演練 事實上 照今天早上 我們民進黨所說的 兵推 它才真正造成市民的恐慌 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正常的一個防疫演練 而且這個是 市長你在最早的時候 當我們有疫情的時候 你是第一個做一級防疫的 所以今天我們高雄市 會本土的疫情是零確診 但是防疫的成果 從哪裡看得出來 就是從你的本土的疫情 的結果 才是我們真正防疫的結果 那到目前為止 我們高雄市本土的疫情的確診數 是零 這是我想全台灣的人都知道 也知道我們高雄市的防疫做的 滴水不漏 那在這裡呢 我覺得 必須要讓我們高雄市民了解 市長的所謂 兵推不是封城啊 封城兵推 這是一個多麼嚴重的事情 我從開始到現在 我沒有聽過市長說 封城二字 但是被曲解被污蔑為 你要做封城兵推 這幾個字造成市民的恐慌 其實市民哪裡會了解 什麼叫做封城 只聽到封城兩個字 不知道兵推什麼意思 我覺得有這個必要 在這裡向我們高雄市所有的市民說清楚 我們做的事情 市長所做的事情 只是一個防疫的演練 而且防疫如作戰 當然叫做兵推啊 所以我想這個要向市民證明 然後另外一點 我想市長也做一個說明 就是說 現在紓困的這個政策一大堆 剛才你的報告很清楚 有中央到地方 那民眾也是不煞煞 我們高雄市政府 可不可以建立一個窗口 就是說讓專人來協助輔導 給市民最大的協助 一個單一窗口 這本席在這邊做具體的建議 另外呢 疫情重創我們高雄市的觀光旅遊 不少的飯店餐廳 因此呢 都已經受到了相當大的衝擊 而且歇業了 那市府有沒有更好的方式 來做一個因應 在這邊向市長 請市長答覆 謝謝 請韓市長答覆 謝謝 陳欣經議員所關切的紓困 在原住民區 請跟陳欣富議員 特別來報告一下 你不用來 我們過去 我們原住民委員會 跟金發勞工會去那馬下 跟直接原住民朋友報告 所以不用你們來 我們主動會過去 跟你報告一點 是這樣子 另外 原住民區的觀光 我們還是鼓勵人去 自己防護好自己就好 我認為原住民地區 可以說山高水美 人又溫和熱情 是非常值得觀光的 我們深具信心 跟陳議員特別來報告 童彥正議員講的太有道理了 我覺得高雄市政府 我們要零零總總結合起來 就叫紓困中心 那透過這個紓困中心 再散到社會局的 金發局的 勞工局的 那一般民眾搞不清楚 你只要記紓困中心 一個就好了 進到這個紓困中心 去幫你解決你的問題 這一點回去後 我們立刻來辦理 然後向市民朋友來宣導 你有經濟上紓困的困難 歡迎打這次電話 那根據你個人 職業別 還有家庭等等的需要 紓困中心 再來告訴你 幫你先人指路 指一條路怎麼去做 這一點 彤議員講得非常好 至於封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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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講了七遍 連續七天 還是有人說我們封城 如果您不澄清 明後天開始又再講我們封城 我要跟彤議員還有國民黨團報告 整個媒體對我們高雄很不公平 太不公平 同樣的這個預演 基隆辦了沒事 台北台中辦了沒事 高雄一半被修理了滿頭包 我不懂 我們讓中央地方 當部門跟部門之間 在遇到社區感染 或者大樓大廈感染 如何協調各單位 順便喚醒民眾 還是不能上市警覺 做了這樣子一個 所謂社區感染的兵推 我們何錯之有 我們沒有錯 那為什麼要被罵成這樣子呢 所以很多事情 到最後就回歸到一個問題 我們做這些事情 我們的心 是不是放在高雄市民朋友的身上 如果我們認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為了高雄好 為了市民朋友好 為了市民朋友好 我們問心無愧 至於有心人去扭曲 去歪曲 對不起 是他們的水準太差 是他們心太可異 我們市政府該做的事情 一定當仁不讓 謝謝 所以我們也很遺憾 也很痛心 今天臨時會本來是以防疫章案之名 居然被人家拿來當成是一個政治霸凌之死 我們這麼覺得 今天有看到民進黨團 針對防疫之事講了哪些嗎 有啦 一點點 所以我們覺得還蠻可惜的 那也藉這個機會 謝謝所有在第一線的所有工作同仁 包含我們衛生局衛生所第一線同仁 包含警察局 我包含派出所 還有我們警察局 我們行政組 還有所有民政人員 民政相關體系 所有跟防疫有關的事務同仁 謝謝你們 你們的辛苦 我想市民朋友都有看到 但是我不知道次長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當我們都在防疫的同時 當我們都在蘇俊的同時 當我們都在幫市民把關安全的同時 有一個人來到高雄市 把我們每一區的指揮官全部調去開會 包含民政課的課長 一開就是一整個下午 我們的防疫有了漏洞 我們的指揮官被抓去 被邀請去開會了 開什麼會 又是一個政治事件 又是為了要選舉 所以這件事情 我想市長這邊可能您也知道 那我覺得這個要嚴厲的去譴責 當高雄市政府 在積極超前部署防疫的同時 不只是新冠肺炎 還加了一個不要忘了 高雄還是一個什麼的大本營 登革熱 當大家超前又超前部署了 部署什麼 除了新冠肺炎以外 我們還加上了登革熱的一個 防疫的部分以外 這些人在幹嘛 民進黨的議員你又在幹嘛 不要去抹滅所有認真的人 這些人的作為 跟各位報告 六都啊 全台灣 全台灣六都裡面 高雄是唯一一個沒有本土案例的 那個新冠肺炎沒有本土案例的一個地方啊 有人說 市長你在製造恐慌 你在製造恐慌 你要不要說明一下 你到底製造了哪些恐慌 你要不要去幫忙說明一下 還有一個 剛剛二倍金的部分 有人提到說 你用了80% 用到哪裡去了 我想你也可以借這個機會來說明 請韓市長答覆 請市長簡單答覆 謝謝 李亞金議員的質詢 我跟李亞金議員報告 跟國民黨團議員報告 我們絕對無意製造恐慌 如果沒有敦目艦隊 這個突然插進來的話 事實上 大家已經都感覺到這個疫情完全趨緩了 這是一個思考點 第二個 我們萬萬沒有想到 我們周邊 號稱幾十年來最乾淨 最衛生 最安全的國家 都陷入了緊急狀態 日本跟新加坡 這個是完全顛覆了我們的思考 怎麼日本和新加坡會進入緊急狀態 是不是他們哪些環節 沒有注意到 該注意未注意 使得疫情產生破口 第三 如果我們自己犯了同樣錯誤 當注意而未注意 造成高雄市傳染產生破口 請問誰敢負這個責任 所以我們絕對無意製造恐慌 我們是希望市民朋友 在疫苗發明之前 估計全世界公認 大概六個月到一年之間 疫苗會發明 疫苗發明之前 我們能夠把疫情控制好 這一點跟國民黨團議員報告 我們一起來加油努力 謝謝 謝謝韓市長 那第四次臨時會議程到此結束 本席宣布上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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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